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在家居风水里面 饮水机有一种破财的风水隐患 毕竟饮水机与水有关 水为财 摆放不好就容易出大问题 那么从风水的角度来讲 饮水机摆在哪里坏风水呢 摆在哪里旺风水呢 饮水机周围摆什么能够提高运势呢 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 饮水机放哪儿好 一 一放左边 在风水学中有左青龙右白虎的说法 青龙乃是上位 白虎乃是下位 所以处于上位的事物风水能量往往会更强一些 反之处于下位的物品 风水能量相对延就要差很多 因此在家中摆放饮水机的时候 不管摆放在任何一个房间都应该使其在左手边 这样招财的效应也会更强一些 二 一放客厅 客厅乃是招待客人的地方 所以在客厅摆放饮水机 使用起来会比较的方便 同时客厅也是住宅中藏风聚气这地 将饮水机摆放于此 可以更好的聚集财气 让家人的财运能够得到强化 毕竟家中的财气其实大都是聚集在客厅之中 所以饮水机摆放在客厅内的话 聚财效果也会更强一些 三 一放墙角 饮水机本身就有招财聚财的风水效果 将饮水机放在墙角靠墙的地方 聚财的效果会更好 不过要注意 墙角也是最容易脏的地方 所以平时要注意打扫干净 同时如果墙角处的采光不好 不能将饮水机摆放在这里 否则会有阴煞之气出现 不利于财气 四 一放明堂位 饮水机是以摆放在客厅明堂位 一来 明堂位放置饮水机的话 有客人来访 接水泡茶比较方便和迅速 让来访者感觉到热情和欢迎 对于提高人脉关系有很大帮助 促进生意往来 二来 明堂位放置饮水机代表明堂开阔有才 同样在风水学中也有利于主人的运势 五 一放通风处 只有气流流通稳定的地方才比较容易生财聚财 所以可以将饮水机放在空气流通气流稳定的地方 当然也可以时常打开门和窗户 保持饮水机摆放的位置空气流通 不会被周围的气流影响 这样一来就可以营造良好的气流环境 保持空气流通的同时 要注意不要在饮水机旁放置能够影响磁场的物品 饮水机不能放在哪儿 一 既放电气旁 饮水机最好周围不要存在有什么大功率电气 例如空调 电风扇 电视机等等 饮水机毕竟与我们的身体有关 如果附近很多电气 那么磁场就会对水质产生反应 可能会使得水质变差 让人喝了就不舒服 水质变差也预示着你的财运变差 因此要留意这一点 二 记对大门口 大门是我们进出的地方 卫生难以保证 极容易被细菌病毒侵入 危害我们家人的健康 同时也不方便我们取水喝水 从风水的角度也不建议摆放在这里 因为风水有水为财的说法 门口作为外界与内部的连接地方 容易产生气流对冲 让外面的气流已冲击财运 形成财运漂浮不定之下 三 记放正难位 正难位为离 五行属性为火 饮水机本身属性为水 两者遭遇必有一伤 对风水比较不利 一般饮水机的摆放位置 要远离正难位 不仅仅是因为水火相冲 而是此处代表家居成员的眼睛和心脏 水火相克就容易使家人这两个方面出现问题 都关乎生活未来 而且水为财 活水相克对金钱不利 四 记放阳光处 饮水机为水 五行也为金 若饮水机放置在被阳光直射的地方 水温容易上升 会让细菌等微生物滋生 不利于我们的健康 就风水学而言 才为摆放水的位置 也不宜有强努力的阳光照射 及暖气 热源 不利健康风水 五 记放厨房 有的朋友认为 厨房是饮食之源 放饮水机还不是天津地的事情 哪有什么不合适的 殊不知 厨房本就是水火寄济之地 且面积有限 饮水机放进去 一不小心就会出现 与灶台相对的情况 五行相克 难免会对主人的健康 运势等产生不利的影响 六 饮水机出水口 不宜向屋外 在风水学中有着 山主人丁水主财的说法 也就是说 水在风水学中代表着财 而饮水机的出水口 在风水学上叫财源 财源自然是不宜往外流的 所以 饮水机出水口 不宜正对着住宅大门 也不宜正对着客厅阳台方向 否则有破财之语 不利于住宅财运 七 记放卧室 有的人为了饮水方便 在卧室也摆放饮水机 其实这个在风水学中 是很不适宜的 首先 卧室作为休息之地 摆放的电气越少越好 才不至于让电气的不稳定的气场 影响到人的休息 其次 饮水机本身就具有水 火 两重五行属性 是活水 这在风水上的作用就更为明显 容易扰乱卧室的风水格局 饮水机旁放什么好 一 风水轮 风水轮是属水的风水物件 与饮水机相呼应 有疏云 山主人丁水主财 风水轮有轮又有水 水轮的转动将带动着水的流动 水的不断循环 可制造出川流不息的景象 可以起到非常不错的转运效果 此外 风水轮搭配饮水机 可谓是生生不息 可使家里人的财运越来越好 二 瀑布山水化 瀑布山水化是五行属水的物件 将之挂在家中 除了能够给人一种松弛 舒适的感觉以外 还与饮水机共同望家中风水 俗语有云 水主阳 山主阴 瀑布山水化 既有山又有水 可阴阳调和 非常利于住宅的气韵 瀑布宛如血脉般贯穿山水全局 使得化作更有灵气 可以给家人们带来一份好的运势 三 鱼缸 鱼缸是属水的物件 放在饮水机旁 象征着水流不断 而鱼缸通常有两种作用 其中一种是聚气 即聚集旺气 将其摆放在家中 便能为家中聚财旺财 而另外一种则是阻挡煞气 风水中的煞 一般指的是 商人于无形中的各种形煞 鱼缸之所以有阻挡煞气的作用 就是利用了五行水的力量 将其挡住 饮水机和它相靠 喝下去的水自然是没问题了 四 水晶 不同颜色的水晶五行不同 通常情况下 黑色的水晶五行属水 常见水属性的水晶 有黑水晶 茶水晶 黑幽灵 黑药石 黑碧玺 蓝发晶 海蓝宝 黑玛瑙等等 它们的作用各不相同 有的可以招财 有的可以避邪 有的则可以开运 放在饮水机旁 可以使其效果更加旺盛 饮水机的注意事项 一 尽快喝完 饮水机里的水 虽然是卫生无污染 但也要尽量在15天内喝完 如果长时间不能饮用完 也会产生沉淀和细菌 还有附着着一些不好的东西 人如果再喝 很容易就没运上身 二 盖子密封 饮水机的接水口 如果没有密封门盖住 会经常与外界空气接触 水自然会被污染 而且还容易水流出来 水代表财 这象征着家中的财富将会向外流出 三 及时清洗 水桶和接槽处也是细菌喜欢藏匿的黑暗处 当饮水机接槽处有机水时 这些水和空气接触后 亦加快细菌繁殖 影响人体健康 所以在换水时发现 接槽处有白色或者黄色的水垢 要及时清洗 直至没以为为止 水代表财 尤其饮水机的水是进入人的体内 所以一定要重视这方面的风水 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秘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